1986年的4月26日 前苏联发生了人类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站爆炸事件 然而事件刚开始 却被有关部门封锁消息很久 直到后来瑞典发现放射性物质含量过高 事情才最终曝光 据调查事件发生在晚上 工作人员违规操作 核电站4号反应堆在午夜开始起火燃烧 并发生强烈爆炸 导致大量强辐射物质泄漏 发射线物质从核电站喷勃而出 而普通灭火器根本没任何效果 事故发生后 工作人员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 甚至准备封锁消息不对外披露 一些消防员前去执行任务的时候 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黑暗和困难 结果不少人被烧伤和烫伤 有人被核辐射感染 因此当时的苏联对这次事故的处理 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批评 据统计 这起严重的核物质泄漏事故 直接导致30多人死亡 参与消防核清理行动的60万人 受到了高剂量的核辐射 三国境内 估计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 受到核污染影响的区域面积 约为15.5万平方公里 受到强放射性元素污染的农业区面积 约为5.2万平方公里 而这种放射性核元素的半衰期长达30年 超过40万人被重新安置 许多人从此再也无法回到故土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七件怪事 1.摩天轮忽然开放 有报道称 在事故后 本来摩天轮是打算在5月1日开放的 结果却在事故后的第二天就提前开放了 传闻目的 是为了缓解因爆炸事故而受到创伤的居民 2.十多万妇女终止妊娠 由于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根据医学专家建议 不少妇女只能放弃妊娠 结果有10至20万妇女放弃了妊娠 而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 那里辐射剂量不足以导致不良妊娠结局 3.植物疯涨 人工制品不烂 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之后的25年里 有不少冒险者曾到这里一探究竟 他们发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地方 比如植物疯涨 而人工制品不会腐烂 全部被植被吞没 4.毛骨悚然的玩偶 在有的照片中 我们常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一些恐怖镜头 比如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玩偶 不过据说是由客人为设置的 以达到戏剧效果 5.流浪狗与狼交配 当地出现了许多体型大且凶悍的 看起来像狼的狗 有专家推测 是由于当时居民撤离 不允许带狗 于是这些狗和当地的狼交配 最后繁衍出来的后代 6.冰临灭绝的马 为了测试当地环境的变化 科学家在核电站附近的荒野中 放养了一种冰临灭绝的马 在没有人类干扰的情况下 这种马现在似乎正在蓬勃发展 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7.动物患有肿瘤和白内障 研究发现在核电站禁区 生活着许多小动物 比如鸟类 镍齿动物和昆虫 由于长期受到核辐射的影响 它们患有肿瘤 白内障和大脑变效 虽然影响很大 但却不会永久性地影响该物种 切尔诺贝利现状 由于当地20多年里一直没有人居住 这座巨大的核电站 已经变成名副其实的鬼城 里面人际罕至 却经常能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涂鸦 这个地方现状杂草丛生 树木适宜生长 建筑到处破败不堪 但却生活着许多的生物 虽然当时租联政府要求居民撤离 然而一些老年妇女在一段时间后 还是选择返回自己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数百名70至80多岁的老年妇女 回到了自己生活过的村庄 而且适应了高水平辐射的安静生活 另外一些宗雄也回到了禁区 并且开始繁衍后代 这就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状 事故虽然已经过去了30多年 但依然有许多的谜团没有解开 而爆炸带来的影响有多深远 到目前还无法确定